血连三个人都是他们聘请的群众演员 与嘉宾选择一定强调确实是未婚的男女青年她报名的真实性 绝不能够去搞这个假的东西 现在有一些甚至根本都拖都参加 所以群众对这一块意见很大 名车豪宅大款非你不嫁 隐私极端刺激非此不言 这样的内容到底是不是观众的真正需要呢 感觉吧好像是在演戏一样 就是说这种节目应该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 这种相亲类的节目应该说代表的是一种男女之间真实的情感 应该是如果是在演戏的话就完全就是说完全的娱乐 我觉得在有些节目当中呢 它明确的给社会传递了一种价值 就在婚姻的这个基础或者两性互相吸引 主要不是人品不是品质不是人格而是金钱 外在的物质的成为第一位的东西 我觉得这种导向实际上第一不符合时期情况 我做的多次调查包括我所看到的调查 不管大学生还是白领还是社会青年 那么不管男的还是女的 在婚姻的选择偶的这个条件上从来没有任何一项调查是把物质派在第一位的 陆教授长期从事青年问题和青年婚姻问题的研究 他和他所在的学校也曾多次在年轻人当中开展过调查 历次调查结果从来没有人把物质选择作为第一位 放在第一位的是人品和感情 在就是我自己以及我们就学校我周围的人朋友 大家就是在男女交朋友婚恋 这前提首先是感情 然后呢对就是彼此的人品啊性格能不能合得来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样的价值观究竟会给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这种泛滥对我们下一代的培养不利 对我们整个的社会的道德构建也不利 甚至可以说对婚姻家庭的这种和谐也都不利 因为婚姻呢这是社会最小的细胞 一个社会的和谐它取决于一个社会家庭里面 整体的和谐 如果我们把物质作为一个家庭的基础 那么这个家庭实际上就蕴含着相当多的不稳定的因素 对吧我们也见惯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是由于这种太纯物之化 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家庭的破裂 家庭的动荡啊 对吧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价值体恤 去构建我们家庭的基础 那我们社会的和谐就要受到很大的威胁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不加以纠正 这因为在整个社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把这个年轻人都理解成一切向前看 就是这么一个目标 所以老百姓呢对这一块的意见比较多 网上好多群人反应 说你们不管这一块不行了 这段时间国家广电总局连续下发通知 要求全国电视媒体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 和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 同志指出相关节目对广大观众严重误导 甚至造成心理困扰 损害了电视媒体的公信力 群众意见大 社会影响坏 这种错误倾向必须纠正 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要积极加强引导 不能够那个这个这个 全部都是错误的一些话题 你还不加以引导的话 那就跟着 渐行渐远 渐行渐偏 是不是 另外一个 对于这个播出的时间 对于这个播出的 你比如说原来曾经有的节目 甚至还直播 我们现在规定全部录播 可以加强管理 对于节目的内容要把关 对于话题 也要注意把关 总力盟标 实际上是这种节目 能够健康的 有序的 朝着 极其的方向发展 用真善美 这种观念 来引导年轻人 是不是 从来说我们这个节目 能够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益 更好的 来为我们社会 为我们群众服务 国家广电总局要求 情感故事类节目 要坚持真实性原则 不得标榜 绝对真实 而胡编乱造 不得列起 炒作边缘题材 展示丑恶 迷信 不得展示 因亲情矛盾 家庭纠纷 导致的极端行为 过激言论 结伤疤 或恶行案件 不得过分渲染 悲情 阴暗 颓废心态 感谢观看